发展偏向学校特色 无日的新南国中在四年前 也成立有机器人教学社团 让学生们学习大线乐高积木 更尝试写程式 而最近学校又于东大附中组成 太空执行长连队 在各界的帮忙下 代表台湾远赴到美国的 底特律来参加机器人世界大赛 更在FLRL机器人项目当中 击败了多个国家 获得了第二名为台湾争光 用流利的英文向评审介绍 自己这群来自台湾太空执行长连队 参加在美国底特律举办的 机器人世界大赛 展现不错的团队默契 依序完成各种任务 最后在FL机器人项目中 几百多个国家获得第二名 机器团体生活并没有想象中的很难 只是有没有去用心去经营这个团体生活 我们团队是借由了各个专长去分配每个工作 然后我是分配到专题制作 像有些人就是机器人练习写程式 然后有些人就是美工画画的 比赛的时候很兴奋 然后在比赛的时候就很紧张 因为就差几分就可以了 学校表示这机器人大赛是美国机器人的第一大赛事 今年共有106个国家参赛非常盛大 校方这一次和东大附中组成连队出国比赛 但由于经费庞大 加上主题报告要全英文 对小朋友来说压力很大 幸好在各界帮助下和努力练习 学生得以出国比赛并顺利多排 每个桌子它的规格都是不一致的 所以变成说对我们机器人的结构 跟程式就很有挑战性 因为你每个桌子的规格不一样 相对机器人跑出来的结果就不一样 那又要在这么短时间内把机器人调到最稳定 这是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在机器人节任务的部分 他们必须设计五道关卡 都能够得到高分的不同的机器人结构 所以我们是在机器人节任务的这个部分 获得第二名的分数 看到同学的好表现 是福和明代这天特别来到学校 颁发奖学金鼓励他们 那这次特别感谢所有的家长 还有在地的地方人士 因为这个一出国 好几位学生的费用是非常高的 他们都很乐意来赞助 这其实对学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 如果说没有他们的协助 他们没有办法出国去体验这种 国际比赛的这个盛会 他们永远就没有办法 把他们这个专业或者这个成绩发扬出去 所以他也带给我们地方 烏日之光 非常的值得鼓励 学校成立机器人教学社团 让学生们学习搭建乐高积木 尝试写程式 现在国内外大小赛事都获得不错成绩 之后也会继续努力 让学生从中找到自信 也成为西南国中的特色 太后赐金掌 世界第二 耶 记者赖秋风 台中采访不到